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 我就给你个痛快可好 你是杀手 是 你不怕死 是 季风是你杀的 是 原来如此 你杀了季风又嫁祸给了季楚 不对啊 既然你们诚心嫁祸 后面为何追杀 你的以德服人 的确是让本王 大开眼界啊 小意思 正常发挥嘛 这就是他们为何嫁祸本王之后 又刺杀本王的原因 原来是因为你看到了这个 所以他们改变了计划 要杀人灭口 正是如此 这个刺青图腾 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 而且 行凶之人每次蒙面 是怕身份暴露 说明 这个人我们认识 来人 季楚 我要杀了你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楚儿 你可有事 皇后放心 韦氏 你真糊涂啊 你可知谋害皇子 乃是死罪 是他杀了疯儿 我要杀了你 放开我 还没查清楚就都说杀人 万一杀错了怎么办 韦氏 你若这般执迷不悟 本宫也护不了你 今日之事 我会禀明陛下 带陛下发露 把韦氏压下去 是 放开我 我要杀了季楚 放开我 拿走 拿走 本宫不能死 你们休想毒害本宫 韦氏 你先是陷害贤妃 现在 又刺杀皇子 这是陛下 给你最后的体面了 你还是尽快自裁吧 不 我会让你好好活着 往后余生 就将你囚禁在这长寒宫 不得踏出半步 孤雁琪 孤雁琪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都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孤雁琪 公主 请自重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 孤雁琪 你我 身份不合适 我 我可以去求母后成全我们 我甚至可以放弃公主的身份 伤哪了 是腿吗 我 我是伤了 我的心伤了 我哪哪儿都伤到了 你这个庸蝇 得照顾我一辈子 反正 反正我是受伤了 我哪哪哪都受伤了 我就是要这样缠着你 一辈子 既然大仇已报 我也可以顺从自己的心意 活一次吧 我 好热闹啊 因为今日是一年一度的拜月节 拜月节寓意着团圆 据说两个相爱的人 如果在今日完成了拜月仪式 就可以白头偕老 不离不弃 拜月节可是我男女主定情的日子 所以怎么不行啊 跟婉儿分别约好了瑶瑶和季云 今晚一定要让她俩的爱情走上正会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我们快去婉儿会合吧 你快点 再晚就来不及了 你快点 再晚就来不及了 何必如此找尽